女士 很多時液下淋巴不通爽 或者乳腺不通爽 就會在這些位置形成淋巴結 就會導致鬼鼠肉在這裡 長期下去就會形成一些腐乳 女士很多時液下淋巴不通爽 做完這一動作就是舒展我們的 拜拜肉和通過我們的液下淋巴 手可以放在我們的背後面 然後我們另一隻手就拉著我們的手肘位置 保持回吸氣 上肚 呼氣 收肚 慢呼慢吸 大約15秒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手慢慢放下來 在這個時候會感覺到淋巴 感覺到我們的血管有種疏通的感覺 記得做完一邊手 要做另一邊手 之後我們會有一張椅子 我們用一種去做一個叫做天鵝式的動作 首先手搭在椅子上 然後慢慢把身體向地下方向一路拉下去 感覺到我們肩膀的關節和液下淋巴 有拉展就可以了 記得千萬不要向下咬腰 保持腰在水平的位置 保持15秒 然後慢慢上來 那就完成了 好 我們逆下的醋肉 其實會令到我們這個液窩位消失了 你們嘗試嘗試用手撕一下自己的位置 其實我們中間這裡應該有一個窩位 我們俗稱液窩的位置 如果發現這個位置慢慢消失了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 回家拿一瓶匙羹 或者拿一瓶匙叉 我們塗一些潤膚油 然後向下慢慢去刮一刮這些位置 令到液下的淋巴暢通分 液窩的位置 和腐乳就慢慢地減走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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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